吃完錢跟吃完肉吃了多少 都要吃出來 這次在亞運會的時候 在比賽前為了付清的事情 今天壓力很大 鼓勵他希望他在這個大場比賽 花別湯的力量 把你好的成績 帶回去送給夫妻 爸爸知道他最喜歡吃什麼 湯阿雞 所以他爸爸說 要殺一隻雞 要做給他吃 歐零醫療當然要有 心理窮婚的準備 近兩年 他驚慮非常感激 忍耐疑 這個吉祭是每一天要求 一天二十四點鐘 裡面都要他隨時堅持 所以要他非常要求很高 因為這個壓是看是表現 但我們的內臟跟力量的累積是漸進 在左訓訓練的時候 那個一百三十二次沒有舉過 然後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我都 新人教練的牽拔重量 然後也沒有想很多 然後上層就是 盡力把他完成那個重量 所以這次能拿下金牌 然後又泼世界就非常的開心 因為賽前三個禮拜 就已經去開道了 然後我就每個禮拜 就是在假日 禮拜日的時候 就是來回坐高鐵 到彰化去看他 然後 對啊 他就叫我放心 然後叫我進去比賽 所以你得的冠軍 是給爸爸最好的一個禮物 對啊 就是送給他最好的禮物 然後希望他的身體 快點恢復健康整理 最近是我們倫敗的孩子 主持人就是在倫敗的肚子 吃粉粒的水 吃粉粒的米 對高雄有很親密的感情 這回韓國人穿 拿到亞運金牌 又破世界紀錄 這對蘇敬來說 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他把他挑戰成功 可以讓我們訓練 有這些孩子 拿台灣這個國家亞美吐氣 蘇敬表現非常的好 蘇敬要加油 從2016還有奧運 這奧運來講 對蘇敬又是另外一關 這一關 如果過去的時候 蘇敬就世界級 就國際級了 但是媽媽 他還不太大 他才講到 他不僅是穩動今後 其實他在學校 他主委成績也很好 心聲很頂 很穩定 他的熱愛運動 他已經做運動的時候 當作他的第四名 所以我覺得蘇敬表現可圈可點 希望的話 這以後 表現更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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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